嗨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全球趨勢新聞 我是洪梨恩 我是桑妮 今天又到了我們聊新聞的時間啦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是維基解密 這兩天已經被捕了創辦人阿桑琪 她不是傳出說跟著女律師嗎 既然是密婚生子 還生了兩個小孩 她跟英國媒體公開了這個事情 希望阿桑琪可以獲得保釋 但是在了解這個事件之前 我們先來談談維基解密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維基解密Wikileaks Wiki這個字其實是夏威夷語 指的是快點WikiWiki Leaks是英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洩漏 不過Wikileaks跟我們常會用到的Wikipedia 維基百科其實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的 沒有沒有 只有Wiki是一樣的 對 那她在2006年冰島的陽光媒體註冊成立 那她成立的宗旨呢 我個人是覺得蠻偉大的 對 就是能打破政治和法律的界線 捍衛新聞自由價值 那說真的政治不是常常都會牽扯到 什麼黑金啊 內幕嗎 甚至是暗殺什麼的 對 維基解密呢創立這公共平台呢 就是要讓掌握敏感內幕的記者 或是一些知情人士 能夠放心的公開這些機密 而不受到任何的生命危險 聽起來好像真的蠻偉大的 那這個維基解密啊 她做過什麼樣很特別的事情嗎 對 她2006年成立嘛對不對 那她創立的當年12月就公開了第一份機密文件 而且一公開就是重磅新聞 那當年講的是東非索馬利亞武裝組織 伊斯蘭法庭聯盟的前領袖阿維斯 下令暗殺索馬利亞政治人物的機密檔案 那再來是2007年透過英國的衛報 公布肯亞前總統摩依家族的貪腐醜聞 那其實最知名的事情啊 還是在2010年維基解密箱英國的衛報 美國的紐約時報 還有德國的明鏡週刊等三家國際媒體 那公開的9萬2000份有關於 美軍在這個阿富汗戰爭的機密文件 這麼多啊 對 其中包括物質和平民傷亡人數等詳細的資料 那同年的10月呢 她在加碼公布了 大約40萬份的美軍在伊拉克戰爭的機密文件 對 那這個內容指出呢 美國政府對於這個言行逼供和虐求的行為 是置之不理的 對 讓大家看清楚戰爭的這個寫實和殘酷 但其實川普呢是很喜歡危機解密的 什麼 對 大家別忘了喔 當年普遍認定 危機解密是川普的最佳助選員 欸 對對對對 這個川普啊 還曾經很大方的表示說 哇 我愛危機解密 這危機解密呢 在2016年的7月喔 當年這個民主黨的全國黨代表的大會舉行的前信呢 就公布了這竊取而來的Email啊 還有一些這個錄音檔案 顯示說呢 希拉蕊是有暗中勾結這個民主黨的高層 甚至呢來打擊這個同黨的桑德斯 公布了呢這些民主黨內的這個內部啊 還有就是希拉蕊陣營的一些機密文件 影響了當年的總統大選的選情啊 就是打擊最近退出民主黨初選的柏妮桑德斯嘛 嗯喔對就是他就是他 那這算是非常有名的事件了 那危機解密的阿桑琪 他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嗯其實呢阿桑琪他本身呢是澳洲人 經典已經48歲了 16歲的時候呢他在網路上啊是成為了駭客喔 而且呢還跟另外兩個駭客啊 是組成了一個叫做所謂的萬國顛覆的團體 以侵入這個其他機構的電腦為樂趣啊 不過呢他成立這個危機解密之後呢 一直想要跟這個駭客的黑歷史啊說掰掰喔 因為他認為說呢對他來講很不光彩嘛 那為什麼他後來會被捕呢 主要呢就是因為2010年 他是被兩名瑞典女性啊指控他是有性侵 一度呢被英國的警方給逮捕了 他全力避免自己是被引渡到了瑞典 2012年的6月呢他全力阻止這個引渡失敗之後啊 就躲到了倫敦的厄瓜多大使館 向這個厄瓜多的政府來申請政治庇護獲證 沒想到這個鬼才竟然是因為性侵才四處躲避嗎 其實喔也不只是這樣啊 你記得你剛剛有提到這個所謂這個危機解密 有公開一些美軍的一些機密的文件嗎 沒錯沒錯 其實呢這個阿桑奇也是因為這樣被美國給通緝了啦 一直到呢2017年的4月 原本決定要來庇護阿桑奇的這個總統呢 柯莉亞他是即將要卸任了 換另外一名的新總統喔 莫雷諾 而這位呢可就是一點都不友善啦 因為呢危機解密啊曾經有公開他跟家人的一些私密資料 還說他是貪腐啊 欸是你的話你會庇護他嗎 這個應該也是不會嘛 所以說呢這個莫雷諾呢他後來是宣布撤銷了阿桑奇的政治庇護 而到了去年4月呢阿桑奇被逮捕的時候啊 他已經在大使館裡面喔 躲了將近是有7年這麼久呢 7年喔 那被逮捕的罪名是什麼 性侵嗎還是什麼 欸當然不是啦 因為呢到了2017年的5月喔 瑞典政府就宣布說啊 不再起訴阿桑奇了 後來呢英國的警方就證實了喔 英國呢是在美國的要求之下逮捕了阿桑奇 而阿桑奇呢在美國面臨了18項的罪名 包含了有9項是披露資料罪 還有7項呢是取得資料罪 跟1項是接收國防資料罪 最多啊被判175年 而他呢也正面臨這個引渡的聆訊 當然呢這個他的律師現在好像也出來說話對不對 對所以那他出來是說阿桑奇有兩個小孩 那是什麼回事 嘿嘿嘿說到這個喔 我們就要先來看一段影片囉 我叫 Stella Morris 我叫阿桑奇 我叫阿桑奇的朋友 我認識他在2011 我們在2015 我們有兩個兒子 我們有兩個兒子 Max和 Gabriel 我認識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多的 他非常有利 他非常榮幸 他非常好 他非常愛 我一定要做這個 因為我一直很空氣 我們看到這影片當中看到他這個律師的妻子跟兩個兒子 這位這個律師莫里斯他其實是阿桑琪團隊的律師之一 根據了解莫里斯在2015年採訪著阿桑琪之後 兩個人就陷入了愛河了啦 2017年是已經訂婚 而他現在會選擇公開關心 是因為新冠肺炎肆虐 他很擔心在這個倫敦監禁的這個阿桑琪啊 留在裡面恐怕會有一些風險 那所以他的妻子希望阿桑琪可以保釋 但有可能嗎 他犯的應該是重罪吧對不對 對 其實阿桑琪上個月就曾經以這個 自己有染疫的風險為由 尋求保釋但失敗了 因為這個英國的法官就表示說 沒有任何的理由是釋放阿桑琪 看阿桑琪現在只能等待了 但是就是說了這麼多啊 你怎麼看維基解密這個平台 因為我知道他被視為正義的化身 2001年的時候還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最後是沒有獲獎 我是覺得說呢 儘管這個維基解密 似乎是可以公開一些黑幕啦 但是其實呢也是嚴重侵犯一些民眾的隱私權 有些人的秘密啊並不想要被公開嘛 像之前就有這個國外媒體就發現說啊 包含是有這個金匠人士啦 還有性犯罪者啦 甚至還有一些這個同志的族群等等 一百多個人的個資喔 都在這個網路上呢是一覽無遺 這些人的生命安全可以說是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為了要這個實現呢 正義而不顧一切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其實呢還是有蠻值得探討的空間的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聊聊新聞 如果你還有其他想要知道的新聞議題呢 可以到底下留言給我們囉 而緊接著呢就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國際新聞啊 依舊是新冠肺炎non-star 它呢是蔓延了全球啊 不少的好萊塢明星呢也進行了這個居家隔離啊 而他們也開始留情形這種各式各樣的居家挑戰 上次你知道這個蜘蛛人嗎 紅遍全球的這個湯姆霍蘭德 有 他呢就舉辦了一個所謂的鬥立穿衣的挑戰 還點名呢死侍啊這個呢萊恩雷諾斯 以及呢神秘客捷克的格倫霍是來接招 我有看到他的六塊肌 哦 一起來看看 是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Jake Derval Ryan Reynolds and Harrison Osterfield No 好 我們看到的是呢 接到這個挑戰書之後呢 包含像是這個傑克葛倫霍的人 都左手的進行挑戰 而那傑克葛倫霍呢 更是翻了白眼 譴責這一項挑戰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來做嗎 不一定 如果身材好的話可能會 對 因為呢其實像是這個一直以來 很傲嬌的這個史詩啊 他當然不可能乖乖配合啦 逗趣搞笑的互動呢 也是哨翻了網友們了 而這場的倒立穿衣挑戰呢 更吸引到了美國體操女王呢 拜爾斯啊 身為的女王呢 他當然是要直接來個強化版 倒立脫褲子 好 我們看到的是呢 拜爾斯呢身穿這個粉紅色的運動長褲 倒立之後呢 是用右腳脫掉了這個左褲腿 之後呢再用他的左腳啊 脫下了這個右褲腿 身為奧運四金一同的得主呢 透過這個有趣的挑戰 也展現了自己超強的肌耐力 但是呢說回到這一陣子 大家真的是悶壞啦 也是開始想出一些各式各樣的解門方法 像之前義大利這種民眾是在這個陽台 來唱歌啦或是來演奏 在英格蘭呢這個德比郡小城市喔 貝博呢就發起了一個叫做貝博魔手的活動 鼓勵民眾呢一起來學牛磨磨叫 希望可以改善一下呢當地民眾第一名的情緒 當地居民喔每天晚上六點半呢都會一起呢踏出家門喔 學牛來磨磨叫喔 不曉得居民呢為了要呈現這個完美的牛叫聲啊 寄出了各種不同工具喔 從這個水管啦到這個敵吉里渡管啦 還有包含甚至山腳椎喔 讓這個牛叫聲呢可以是響徹雲霄 但是呢欸你知道嗎 不只是學牛叫喔 現在呢從這個美國的加州啊 到這個克羅拉多州啊到這個喬治亞州 到紐約的上州喔 各地呢都有許多人每天晚上八點鐘做同樣一件事情 那就是學狼叫 這樣的行為呢也在全美各地是迅速蔓延開來 不管是大人小孩啊這個家裡面呢或是戶外喔 其實呢時間一到的話呢人們就開始學狼叫了 當然也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來釋放一下 疫情期間所壓抑的悲傷以及失落感 看起來真的是蠻紓壓的喔 而另外呢美國因為這個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數喔 是已經超過了兩萬三千人 但是這個災害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國的這個氣象局呢12號就發布了最高等級的龍捲風警報 美國的南部還有東部20州大約是有9500萬人受到影響 目前呢更已經造成至少是有32人死亡了 I'd like to offer my condolence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people all across our great south who have endured deadly tornadoes and other severe weather in Texas, Louisiana, Mississippi, Alabama, Florida, Georgia, Tennessee, and South Carolina My administration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help those communities get back on their feet We're speaking with the governors and representatives, FEMA is already on its way 美國的疫情全球呢非常的嚴重喔 社區的風暴呢避難也因為呢避免群聚感染而關閉了 因此呢民眾啊只好自求多福尋找一些安全的促所 而龍捲風的來襲也讓數百棟的房屋全毀 種種的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無獨有偶曾經呢發生這個非常嚴重的核災的這個災害的車墨比呢 也面臨到了重大危機了 3號他們是發生了森林大火導致呢輻射超飆了16倍 讓消防人員是無法前往撲滅火勢 而烏克蘭的國家呢緊急服務處13號就表示了 儘管他們已經用了400噸的水來滅火 但是依舊無法撲滅這已經燒了數十天的森林大火 車墨比的核災已經過了34年了 當時的這個輻射量啊都已經沉澱到土壤當中 但是呢這一次的火災造成了放射性的顆粒重回到了煙霧裡 也讓人很擔憂這些煙霧啊會逐漸飄散到附近的地區 烏克蘭的政府呢去年才宣布整備要來開發一下車墨比的觀光 但是在疫情還有這次的森林大火兩面夾攻之下 看來原本這個計劃實施呢似乎還是非常的遙遠 另外來關心到的就是這個石油問題囉 石油的輸出國主只有跟其他的非石油的這個產油國喔 他們包含像是這個俄羅斯等等啊 在12號的時候呢是同意了在5月還有6月是每天來減量 大約是全球供應10%的石油 希望可以來穩定一下油價 這一項的減產協議的時間軸呢甚至還拉長到了2022年 雖然說低於原本的預計要減產這個1000萬桶的規模 但是呢這也是OPEC Plus呢他們成立以來喔 達成的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產協議 也讓這場石油大戰是暫時停歇 油價大戰暫時畫上句號 OPEC和OPEC Plus的會議各國同意減產協議 計劃要從今年5月開始實施一個為期兩年的計劃 還有個數目的是 MILI OPEC PLUS 成立于2016年 由沙兽地阿拉伯所 主导的OPEC和俄罗斯 等等非OPEC 缢业国组成 总共23个国家 但缢业大国 美国以及中国 加拿大 英国和 索维等等 都不在组织里面 虽然现阶段已经达成协议 但还是有分析师认为 这样的减产会防止 油价陷入深渊 但还是没有办法 恢复市场平衡 因为新冠肺炎 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 实在太大了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normally the best cure for low prices is low prices it ends up stimulating demand the problem this time around is even if you wanted to buy cheap gas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everyone's sheltering in place so that normal supply demand response that you would get with low oil prices is being handcuffed this time because people just aren't driving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you know folks starting to go back to work people starting to get back in the air on planes before you're going to start to see a real uptick in demand 新冠疫情使得许多国家 处于封锁状态 即使全球疫情 看起来有缓和的趋势 能源的需求 还是一蹶不振 这不仅仅是单纯价格的问题 而背后的含义代表的 可能是经济萧条 现在大家恐怕 也只能继续等待 希望疫情过后 世界的经济 能够慢慢复苏 好 另外上礼拜 我们有像你听到 这个中国瑞幸的咖啡 他们这个跨国的骗局 知名的企业丑闻 其实有个非常知名的 就是安隆案了 安隆曾经是一家 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市的能源公司 在2001年10月的时候 它还是一家 每年营收到达到千亿美元 排名是美国第一大的企业 甚至还跟总统小布希 是相当相当要好的一家公司 无论是在各方面的表现 都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它却在短短的 两个月的时间 宣布破产 成为美国史上的最大规模的企业崩盘 股价甚至从每股90美元 暴跌到低于1美元 只花了这24天 但是在这个危机浮现之前 安隆的高阶主管 早就全部出脱了 还拿走了巨额的利益 但是让很多的投资人 他们的心血跟退休机 是瞬间蒸发了 安隆也从此成为了贪婪腐败的代名词 我们就带你来回顾一下这个非常有名的安隆案 这是安隆的大老板雷当年被捕的画面 除了他之外 执行张史基林等高层也一起被捕 原因就是这些高层一手遮天 捏造财报 犯下美国史上最大宗企业弊案 大老板雷是牧师的儿子 从小家境差 他很早就知道 要成功只能赚大钱 而执行张史基林跟他非常相似 一样爱钱 爱动歪脑筋 最后 注下大错 安隆的前身是德州瓦斯和休斯顿天然气公司 两家公司合并 1985年改名安隆 一开始从事电力天然气配送 之后不断扩张各类资源批发和零售业务 16年间成为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 总资产膨胀逼近700亿美元 公司因为和总统小布希关系要好 游说官员进行会计原则更改 另外生意改为以未来价值为假设 再回推的折线法 等于营收是安隆说多少是多少 浮夸营收与财报 夸大公司的资产价值 股价一度涨到90美元 创历史新高 再来把电力电信等业务 化为可以买卖的金融产品 钱全进了高层口袋 还是圣楼终究化为泡沫 安隆在2001年破产 市值灰飞烟灭 投资人血本无归 大老板雷2004年 被控11项证券诈欺 2006年心脏衰竭促势 这个连续6年被美国财新杂志 封为全美最创新企业的公司 在人们的记忆里 终究成了贪婪的代名词 好 新闻最后来看大家的地上 今天呢 但你回到了1912年的4月14号了 在这一天世界著名的铁达尼号 在晚上的11点40分是撞上冰山 铁达尼号是一艘英国皇家的邮轮 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船只 号称是永不沉没或是梦幻之船 头等舱在设计上是追求了舒适 还有奢华的最高水准 里面咯 还是有健身房、游泳池、高档餐厅跟豪华客舱等等 1912年的4月10号 铁达尼号很风光的展开首行 最终的目的地是纽约 想不到却永远到不了这边了 当时部分的乘客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富豪 许多来自英国、爱尔兰、北欧 还有欧洲其他地区的移民 他们想要前往到美国展开新生活 但4月14号的晚上 铁达尼号撞上冰山 接着在15号就沉没了 船上有2224个人 其中有1514人不幸零难 成为近代历史上 非战争时期最严重的船难 船长爱德华、史密斯 最后是跟船一起沉没了 而铁达尼号的总设计师 套马斯·安德鲁斯 也在这场灾难中因此死亡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 以上是我们等于出来的国际新闻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要来订阅我们 同时要来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